视神经萎缩的早期症状就是说 甚至早期不进行专业的检查可能发现不了 因为好多患者他就是说视力偶尔有点影响 他就是说因为是老花了 或者是因为他年龄就是到这了 就会认为其他人也是这样的 那么就有一连的视力下降 他就不会注意的 但是如果你到医院检查的话 就是说是就会发现 就是说视神经的传导或者是视盘边界苍白 实际上已经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病变了 或者说你同时有眼部其他的病变 像青光眼 葡萄膜炎 像嗓膜色素变性 糖尿病 嗓膜病变等等 这个时候就是说要定期查一下 视功能的检查 视盘的检查 尽量早期发现视神经萎缩 早期干预治疗 因为视神经萎缩晚期以后 治疗效果特别差 而且是花费也很多 明镜需要您的探索 也有关的 您的探索 我们看起来 这个时候 是什么 Sans忧伤的 和对